歡迎好朋友來到 古海大丈夫 新常為您邀請到的是 永成國際投顧陳堅成分析師 堅持老師好 田堅好 觀眾朋友大家好 今天老師的笑容裡 帶著滿滿的愛意 老師長講 她在心目中有一個位置 放了一位女神 那個女神是科技界的女神 然後每次看到她 老師的嘴角就藏不住笑意 她是誰 環球精的秀蘭姐姐 秀蘭姐 環球精的徐董 是 老師都映稱她 科技界的一女神 我們一生只關注一個人 陳董 老師一生只監督陳董一人 但是心中一生只住一個女神 徐秀蘭 秀蘭姐姐 環球精的徐秀蘭 為什麼呢 其實你這段時間看我們節目 你都知道我們的台積電怎麼樣 科技專班 先進科技班 我們一直怎麼樣 一直在幫大家追蹤 一直不斷的操作環球精 對不對 對 始終有 做價差 沒價差 做波段 波段也有 我說當初我開這個班的時候 我跟你說 我們的資金分短中長 對 沒錯 短中長 那這兩天 我是不是 480這邊 對不對 460到480 460 480這邊做一趟 沒錯 有沒有 有 466 468大家都記得 這就短線資金 對 我們還有比長線資金 波段的 還有一個波段的 其實說波段在這種行情 要做大波段真的不容易 其實兩個月也不容易了 我們做一個波段兩個月 做大波段也不容易 就是說你一檔股票 我說你可以 在這個行情當中 你還可以 穩穩的賺個兩三萬 其實也不錯 不錯 很幸福 對 那你看今天的環球精 今天到502 來到502 對不對 一張至少有三萬了吧 所以果然 愛對人 秀蘭姐姐沒有給我們失望 對 那為什麼愛她 其實老師在我們的 YT的節目當中都分享很多 對 如果妳有關注我們的 YT頻道 其實我們 在下午3點之後 我們 我們中節目是3點半到4點 對不對 沒錯 每天傍晚 那在4點之後其實我回到公司 我很認真 我還有一個節目 真的 那個節目基本上它叫 成成了產業 對 古海大丈夫之 成成了產業 因為 我說坦白的各位 在這個時段只有 25分鐘的時間 我們總是要講一下 我們的操作 能講的有限嗎 但是妳又要聽我講產業 是 妳覺得一個產業 就5分鐘10分鐘 沒有辦法深入 妳聽得清楚嗎 深入的分析 妳沒有辦法深入了解 對 在沒有壓力的情況之下 再沒有時間壓力的情況之下 我們能夠怎麼樣 多開一個節目 好好跟妳聊 妳才能夠把這個產業聽懂 對 那偏偏這段時間呢 我就是怎麼樣 我就是一個人各位講環球集 而且從9月到10月 一直到現在 幾乎幾乎 我們兩三天就聊一次 秀蘭姐姐的產業 到昨天都還在聊 我們前天我們才在聊 昨天 大前天 對不對 我們在聊什麼 我們說 關於那些年 那些年關於我喝 秀蘭姐姐的股票 談戀愛的事 對 我們那天就講環球精 對 對不對 我們那天不但講環球精 因為她那個時候 我還講一檔股票 加金 是3016嗎 加金 3016的加金 老師為什麼講 因為那個時候 秀蘭姐姐去參加光電展 說他們的晶圓 從6吋到8吋的這個技術 對 上禮拜是不是光電展 光電展才結束 對 國際光電展 那我的那一集呢 我就跟各位講碳化系 對 講這個 碳化系的技術 可是講到碳化系其實 這一檔 加金 也是在做第三代半導體的 對 沒錯 淡化加 有沒有 其實 就是 在去年 大空投以前 你都知道 漢磊跟加金 也是掌翻天 有沒有 曾經 好巧不巧 怎麼被我們 拿出來講 過幾天她就來跟掌聽 有沒有 所以我的節目 你要不要認真看 必須 還要做筆記 那更不用講環球精的 你幾乎在這邊 一兩天你就聽到 環球精 秀蘭姐姐 有沒有 老師都說 是不是 我的秀蘭姐姐 對 女神 的環球精 所以 來 我覺得我們還在表示一下 先進科技班的 你今天看到環球精這一檔 你一定笑出來對不對 你必須要把愛心送給秀蘭 來 愛心拿出來 秀蘭姐 為什麼 因為她很認真 在經營一家公司 因為她很認真 在經營一家公司 很優秀 環球精的股價 才有辦法 在這幾個月 風雨飄渺的時候 風雨飄渺中 對 即使遇到 這個AI之亂 還有尾巴戰爭 有沒有 尾巴戰爭的衝突 還有尾巴戰爭的衝突當中 還是怎麼樣 逆勢 給你穩中透肩 對啊 有沒有 對 然後你就看她從460 470 480 490 到今天502了 她是一直不斷的穩步向上 而且老師也是持續 不離不棄的 一直愛著秀蘭姐姐 我們是持續幾乎兩天三天 就跟大家分析一次 這檔股票 如果你單純要從外資跟投信的籌碼面來看 你一定看不上眼 為什麼 沒大買 我才跟各位講 你要等大買 都太慢 為什麼 今天這一根大漲 那就是他們來大買 所以我們跟你講說 你要跟我做 你要有耐心 跟我布局在怎麼樣 起漲前 對 做潛龍 對不對 起漲前 因為像這一種 其實股本也不小 這種大股票基本上要拉上來 如果今天沒有外資跟投信用力拉抬 那個力量 你以為就靠 檯面上的大廟大和上就可以喊得動嗎 喊不動 就好像這兩天的穩帽 為什麼可以突然連拉三根 大人來拉 昨天漲停 是不是 大人連續他買3105的穩帽 這兩天 是不是排名中最紅的 其實大家都在講 你去看 昨天的穩帽 外資 9000多張 對 連續買買買 9000多張 投信已經棄養 棄養這個穩帽多久了 到昨天怎麼樣 才開始回頭 1100張 來 投信的昨天穩帽1100張 離125以下到現在 多少 20塊 就是100多塊 都可以2萬的空間 投信才要來 所以我才會跟你講 投信也是擺明著怎麼樣 跟你追高跟殺低 你從元泰 再從這兩個月 我天天 我幾乎也是天天告訴你的技嘉 投信現在是不是一樣往斯里砍 是啊 對 2376的技嘉 有沒有看到 投信 昨天大砍3000多張 不手軟 你有沒有覺得 真是TMD有問題 當初大買 你當初350 360 370 380 對不對 大廟大合上跟著投信在那邊 跟你高檔 一直喊 一直喊 投信也是像現在 就是一樣像現在一樣 三四千張的這樣子 在高檔一路買 買上去的 都已經跌30% 40%了 30% 40% 他還這個時候 往下一樣三千張的砍 對 你現在看到沒 你覺得這些投信經理人 有比較厲害嗎 有嗎 他拉股票拉的是誰的錢 反正基金的錢是 你去認購基金 我就用這個 你來認購基金的錢 我就天天給你往上買 往上買 你自己的錢 你敢這樣一直往上一路追嗎 你邊追你不是邊 膽戰心經手在抖 他追在高 對啊 那投信有差嗎 沒差啊 反正他拿你的錢 一直買一直買 把基金的淨值 一直弄上去弄上去 他跡下好 跡下好公司給他獎金就高 他就是這樣 所以不要以為基金經理人 很會操作 同樣的外資也是 老師那到底這個外資的也不能跟 投信也不能跟 誰都可以跟 純蓋骨 我都可以跟 骨海大張夫 你就跟好我節目不就好了嗎 底氣來自專業 別的節目不要亂看不就沒事了 老師的專業底氣 自己跟上來 老師常在跟你們簡單開個小玩笑 我說那大廟大和尚 早晚財經節目那些名嘴 你都看了五年十年二十年了 他讓你賺到多少錢了 你用這個邏輯去想就好了 很簡單邏輯 就這麼簡單 好 所以老師愛秀蘭姐姐 對不對 可是你就看這幾天 460 470 480 490 我是不是 不離不棄的愛秀蘭姐姐的股票 我一直拿出來跟你講 對 重點是為什麼我看好環球經 我在 老師的療產業都有講 我都跟你講得很清楚 是 所以如果你要知道 老師怎麼看 我怎麼看 環球經的 訂閱 麻煩你訂閱 紅色 你訂閱進來 你去滑一滑 你就會看到很多 秀蘭姐姐的可愛的臉 你才會忽然醒來說 原來老師 真的那麼愛秀蘭姐姐 還跟她談戀愛 早就看好環球經了 而且就幾乎天天看好 幾乎天天講 我們昨天才在講 昨天我們在節目 還在講碳化系 昨天是不是在講安生美 是 我昨天在 我們這邊我們有講安生美 可是昨天是不是很多 因為 策用個股 因為安生美的 安生美這一家是 美國的 策用零組件大廠 是 特斯拉的逆變器 就是跟安生美買的 很多人說老師 拜託你在中市多講產業好不好 時間不夠 我告訴你 我的時間真的不夠 紅色框框訂閱起來 去看 你如果要聽我講產業 我也跟你講 我的產業講得 非常深入 也是全中華民國 投顧的分析師講最好的 真的 你聽得懂的 對不對 深入但是又淺顯易懂 我們的學歷不是假的 我就跟你講 我清大工業工程 我的同學 我的高中同學 都在園區 90%都在園區 而且都是高階主管CEO 紅色框框掃起來訂閱 我們的頻道 你願意可以看 昨天我就跟你講安生美 然後我還跟你分析 安生美財色不好 台灣的個股相關的供應鏈 誰會有事誰會沒事 不要太擔心 然後安生美講完 我還跟你順道再提說 其實講了安生美這麼多 最重要的還是回來怎麼樣 碳化系 碳化系 碳化系像我們台灣 誰 秀蘭姐姐 環球晶 他們的技術 因為老師還講到 技術良率很重要 這個技術 秀蘭姐姐他們一直在向前進 你如果記得 如果我的節目你有夠認真看 我之前在跟你講環球晶的時候 我還是順帶把 台勝科跟你講 3532台勝科 我還記得那時候在10月 雙十連假回來的時候 因為雙十連假前 大家不敢報股過節 來 今天的台勝科160 我上一次講環球晶 我順帶跟你帶 台勝科的時候是154 對 154 所以 我跟你講的股票 到現在 如果你看得懂K線 你都知道 我告訴你這些 基本上 如果是三頭斜照的 其實 你就有地開買 你不要賺塊錢 你跟我抱得住的 你這六塊你賺到了 因為今天160 對 那當然不用說環球晶了 是不是 對 可是你有沒有發現 台勝科 這段時間有人跟你講嗎 沒有啊 加金也沒有啊 也沒有啊 對啊 但是你有沒有發現 如果說你就是要去做台面上很熱的股票 難免不會幹嘛 追高殺低 現在這禮拜六旅遊展來了 有沒有 今天你看到 旅遊股 飯店股又開始來了 紅通通了 我覺得大家現在又要 底細又要來了 可是嚴格來講 你如果說 在這幾天 上禮拜開始佈局 飯店觀光股 踢早卡位的話 其實也不錯 為什麼 三頭斜照 可是 說實在 因為這一波它的拉很深 也是 連我都心動了 但是買點 對不對 連我都心動了 精華在200以下 其實我就在等 我想說要不要190以下再來 再來出手 因為我們之前 我們去年我們就是坐在190以下 對 170 180 我說怎麼上就怎麼下 我是有耐心等你回來的 沒等到上去了 那隨便你 我再多等幾天 說不定這次旅遊展結束 它又回來了 對不對 可能就是找這次旅遊展 那你要這種快進快出 你的手腳夠好 那我就祝福你 對不對 好 祝福你 OK 好 那我們就是富貴穩中求 找尋產業有未來性 而且是有競爭力 而且這個CEO能夠 終日前前的帶領著 公司企業往上走的 謝謝秀蘭姐姐 感謝您 好 台積電科技班 恭喜各位 再來 如果想問先進專班的 自己來問 自己來問 綠色框框自己來問 有人見識到 我們先進專班的威力 真的 對不對 當初我說富貴穩中求 你們覺得穩好像就是 會比較慢嗎 會比較慢 這個368 我們今天再把怎麼樣 環球金 9月22號 這邊 這邊日期 環球金兩筆對不對 對 一筆是隔日沖 10月26 然後10月30 也不是隔日沖 就是剛好跨一個6日 就上禮拜六 就跨一個6日 好 來 466 480出掉 可是我有一筆放更久的 我說我分短中長佈局 對不對 9月22號買的 對 我放到現在 到今天 到500 到500了 500了 對不對 對不對 因為我們這個是 我不要給你算500了 我算490就好了 好不好 4% 有沒有 20塊價差 一張兩塊 昨天還跟妳講說 我單次 單次操作 累計報酬 40 如果你 這段時間 我的科技班 你就是一張一張 我每次講的時候 你就買一張 對不對 賣掉也就一張賣 對不對 做了這幾檔股票 星雲台積電 好 好 13萬8 嗯 那妳覺得怎麼樣 很幸福啊 妳10月妳有13萬8嗎 就每次就是一張啊 我叫妳買 那就是一張 一張賣掉 不管買星雲就是一張 是 上品一張 那就是一張 有沒有 上品就是買一張 環球巾一張 不要說什麼五張十張 我們就是一張買進 對不對 老實說賣 那就這一張就把它賣掉 就 來 就這樣子 10月以來 你看到我們出廠日期 10月2號 3號 3號 有5號 11 11號 20號 有沒有 這個月 13萬 很漂亮 6千 是 10月對很多人來說很難操作 對不對 9月10月大家覺得很辛苦 對不對 但是我們的成績 成績單亮出來 大家眼見為憑 就是一張一張這樣做 是 10月都可以做出這種成績 所以你說富貴穩中求 這就是穩啊 這就穩啊 你想要嗎 對不對 這就穩啊 想要自己來問 綠色框框掃起來自己來問 那你這10月 你這10月 你的技嘉 從300跌回 從300跌到220 220 一張就虧8萬了啊 有沒有 那更不要講 從 380嗎 380跌到220 那你虧16萬 對 我們再賺16萬 你再虧 一來一回差多少 對不對我們再賺13萬 你再虧16萬 我們是北上13萬你是南下16萬 這一來一回差了將近30萬 親愛的 好 我等一下下段 節目下半段 我要回過頭跟你講穩帽 因為我認為這兩天一定很多人 跟著早晚的分析師 又去怎麼樣 看到穩帽漲停 又來追穩帽對不對 投信 昨天大買 外資9000多張 氣勢很強 對 後世我會看待 因為他法說開完了 對 我會跟你講穩帽的狀況 好 那因為 很多人 來問先去專班 來問 因為說老師有眼無珠 真的是 有眼不是泰山 就是錯過了 心裡 就覺得小廟小和尚 好像不怎麼樣 總是眼睛看著那個大廟大和尚的 對不對 早晚財經節目的大廟大和尚 在解股票啊 解大盤啊 可是 跟了好幾個月才發現 奇怪咧 怎麼電視上講的都有 我入會之後 手上都沒有 我早就告訴你了 你要被別人騙 那是你的問題 可是我都跟你講 我在節目上 我都實實在在跟你做分享 是 也告訴你富貴穩中求 對 今天有個淮心科長庭 這我等一下再來講 好 我告訴你說 你一定要看 你千萬不要錯過 為什麼 我這一次的分享會 我就是跟你講集團做帳 是 沒錯 我這一次 我這個黑麻產業 我就給你這四個圖 對 其中一個圖就是滑心科 直接開牌的 在分享會當中 是直接開牌給你看 我敢拿出來 就是如假包換 假一陪十 為什麼 因為我分享會 有人 花一千塊來參加 對不對 所以我如果做假 他絕對敢出來跟我 對不對 提告歡迎來 都可以來作證 分享會 我跟你講這一支 對不對 今天漲停 好來 所以分享會 還有呢 結束 你有去買的人 哪怕你就是壓一百支 壓一張 壓一百股 都可以 反正就恭喜你賺到這支漲停了 好來 所以我們的科技專班 我剛剛講說 我上一次貼出來 有沒有 我說我貼出來 一兩天就結束了 對啊 我沒有帶優惠的 我也跟你強調 只有賣不出的東西 才要跟你做優惠 我不喜歡錦上添花 我也不是跟你在菜市場 買菜 送東送西 買顆高麗菜還要送韭菜 對不對 送蔥的 沒有這回事 只有賣不出去的東西 才要送東 對不對 送東送西的 但是呢 老師願意幫 但是我喜歡雪中送炭 對 願意幫 如果你是這四大族群的 四大族群 雪中送炭專案 你在AI受傷的 來 你覺得你當年有眼無珠 對不對 跑去追人家的技嘉 有沒有 人家的廣達跟偉創 你是退休的 大哥大姐們 對 你不過就是為了希望 自己的退休金 每個月能夠多幾萬可以花花 多累積一些 有沒有 受傷的 你是單親的 單親爸 單親媽 你是擺攤的 小生意 如果你們是這四大族群 你來找我 是 廣告中電話播通 我的台積電先進科技班 我等你 老師服務您好 直接播通廣告中電話囉 好 來 文貌的法說 第三季的毛利 有寫下今年新高 最主要還是怎麼樣 轉虧為盈 因為它今年總算賺錢 之前都虧錢 好 大家在第四季的展望中 他有講 手機有沒有 通訊基礎建設可優於上一季 產能利用率也有機會慢慢回升 因為這樣 所以帶動毛利率的表現 在第四季也有可能會優於第三季 所以你要說股票是怎麼樣 買未來 過去沒賺錢 那已經是過去的事 但未來 那就是未來 可是未來到底能賺多少錢呢 其實文貌最主要的客戶就是在 除了之前是透過美國的客戶 然後下單 就是蘋果透過美國的供應商 下單給這個文貌 那除了這之外 那當然還有中國的客戶 好 那我想這一波它能夠拉上來 就在於說 這個中系手機的庫存 恢復到正常水準 那最近聯發科是不是表現也不錯 是 聯發科其實手機晶片最主要的消費大國是誰 也是中國 所以中國的手機需求如果復甦 那不管是對文貌 還是對紅捷科的營收 都會有不錯顯著的成長 這個是文貌的部分 那其實深化假 我們講說PA這個族群 它未來的應用不是只有在 這一個 手機 我跟各位講的衛星 衛星也是它的一大應用 當然如果未來 手機要跟衛星連線的話 手機也會有一批 迎來換機槽 我想這個是 紅捷科文貌 全新的利多 就在這邊 可是呢 短線會不會漲幅已高 會不會 120到140 150這邊 其實150這邊 會有一些壓力 那我認為要再供其實 力道 應該就是 你沒有看昨天 外資是要供9000張對不對 所以後面要再供的話 它就必須 外資跟投信再聯合起來 再繼續往上買 所以我說股票就是要由法人買 它才抬得動 大人的力量 你一定要買在前面 是 昨天我的一個 在屏東麵包店上班的 烘焙王子 對 烘焙王子 他其實就幾十萬在操作 他是個年輕人 他一年多年前 20萬跟我操作 到今年有60萬 你看喔 他自己就寫見證來喔 老師這個月有獲利的錢 其實是有一萬多塊 當然 因為他小吃啊 但是他錢就是這樣累積起來的 是 對不對 他還跟妳講說歡迎來查 來查 他可以出來見證對不對 他說昨天去打球 大家都在講AI 只有他有沒有 富貴穩中球 很好 那妳要不要 妳要跟我富貴穩中球的 是 我有講過 那四大族群 老師學中送菜 妳節目之後直接電話打來 是 直接播通電話加來囉 感謝老師 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